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阿弥陀佛 绝照您的佛性般若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智慧菩提 善知识法语二 许多佛弟子接触学习佛法 却似乎把佛法当成了一种消遣和兴趣 为平淡的日子增添一些乐趣 而没有把佛法真正用在心上 实际地去修持 世界上的人口越来越多 不懂得珍惜自身价值的人 就像是被丢到世界上的一个垃圾 只是增加地球的负担 不仅如此 重点是糟蹋了自己生而为人的难得机会 佛法注重的不是你送多么殊胜的经文 而是需要一颗殊胜的发心 佛法不仅需要立他之心 更需要懂得立他的方法 因此 你若是佛弟子 并不需要给他人证明佛法的纯度 而是需要证明佛弟子的纯度 我从来不奢望 也不认为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寺庙 就能证明佛法的昌盛 而我更加期望通过修行 能在相续中生起立他心 和真实的建立 布施并不只是送施财物 而是能放下对物质的贪欲 持戒并不只是断恶行善 而是能生起对轮回的出离 忍辱并不只是压抑愤怒 而是能调伏内心的称恨 精进并不只是努力修法 而是能时时刻刻保持法喜 禅定并不只是得到平静 而是能安住于本人的自觉 智慧并不只是通达经典 而是彻底觉悟心的本性 增上意乐 就是常意念众生 一心一意 要让友情离苦得乐 而且这个众生 是包括伤害你的人 一个烦恼很重的人 好像病了一样疯狂 何况平常的小事 每个人都在找寻爱与支持 但很少人准备好真的把爱与支持给别人 每一个生命的基本感受 就是想要快乐 不愿痛苦 我们的一举一动 一呼吸 一眨眼 都在为了得到快乐 与避免痛苦 了解自己这基本的感受 叫做慈悲 当我们把这种慈悲的感受 扩展到无数的众生 就叫做无量慈悲 众生都有各自的根基与意乐 每个人的想法和习惯也不同 我们平时与人相处的时候 不去计较对方不和善的态度 不去称恨对方不悦恶的语言 不去埋怨对方不如法的行为 这就是安忍 其实一切显现都是正常的 也是无常的 你领悟到了 这是一种智慧 我们很多人都还没有讲进说法的能力 但是我们在与人交流的时候 可以把佛关在喉间 或者把上师关在心间 心想 我的一切语言 都有佛的力量 都有上师的加持 这也是一种法布诗哦 人生如何才能获得幸福 应以责任之心责己 以爱己之心爱人 世间之痛苦与快乐 不操控在别人手 而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是自己的幸福之决定者 若以爱心来看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爱 若以愤懑的眼光来看世界 那此世界就是个怒火焚烧的地狱 因此古人说 获福无门 为人自招 有颗温暖开放的心 是一种福报 愿我们都能具有这份福报 在藏文里 修行的意思是熟练 去熟练任何有助于身 心的技巧与方法 都可以称为是修行 其实修行本身很简单 但是要记得去修行 要养成修行的习惯却很难 所以难的地方在于 我们自己是否愿意养成好习惯 是否努力去练习好方法 用感恩的心灵去看自己与世界 会发现 原来我们已经拥有太多的美好 为什么常常不觉得 因为实在太过垂手可得 修行就是将好的道理 不断地练习 直到成为自己的自然反应 佛法的真理告诉我们 要离苦才能得安乐 要知无常才能有希望 要懂无我才能融入大众 要明空性才能真空妙有 要消恶业才能美善人生 要是因果才能心甘情愿 要透缘起才能真相大白 要行中道才能安身立命 要正般若才能自由自在 咒语 乃是佛菩萨在无量劫中求得的真言 每个字和语句在宇宙中 已经组合和排列成了强大 而固定的灭罪 祈福 消灾 吉祥等磁场力 加持力 感应力 修行陀佛罗尼的发音 一定要接近最原汁原味的咒音 这样才能让自身的身 口 意 三者 与佛菩萨合拍 才能链接为最殊胜的境界 中文字幕提供 六字大明咒致病功德 若辞颂六字大明咒 能消除四百零四种疾病 翁 恩 妈 祢 妮 没 厢 2 ång 字能消除四大共同引发之疾病 1 哦 自能消除四大共同引发之疾病 6 妈 字能消除热病 妈 字能消除热病 5 能消除疾病 7 咪 字能消除疾病 6 嘻 人懵集能消除疾病 8 自能消除疾病 梅字能消除寒病 哄字能消除胆病 如是能遣除一切疾病 布施不但得到荣华富贵 还能养成知足藏乐 持戒不但得到仁天安乐 还能养成道德完美 忍入不但得到相貌庄严 还能养成心地善良 静静不但得到圆满成功 还能养成持之以恒 禅病不但得到心的平静 还能养成行为稳重 智慧不但得到自心觉悟 还能养成内心自在 最大程度的内心临近 来自于发展爱心和慈悲心 培养一种对他人亲切真诚的感情 越是关心他人的快乐 自己就变得越能感受到 个人的安宁喜乐 这能帮助我们消除心中 可能有的恐惧或是不安全感 而且能赋予我们力量 来处理任何面临的难题 这是生命中最终极的成功来源 目前许多佛教徒 还停留在烧香拜佛求保佑的层面上 这叫做信佛不是学佛 真正的学佛就要持戒律 修禅定学智慧度众生 学佛的三种目标 第一 为了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利益 轻松 自在 健康 发财 第二 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等所有痛苦 第三 为了帮助天下所有的生命 让一切众生成佛 其中第一种叫事先福德 第二种叫小称法 第三种叫大称佛法 生病的时候最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是 疾病只不过是我们自身过去恶行的果 因此疾病减化了我们的恶行所累积的恶业 所以实际上它起了一个好的作用 因此如果生病了 这是非常好的 如果没有生病 那也是非常的好 两种情形都是好的 当你生病时 或是处在一种心情上很煎熬的状态 要记得还有其他众生 有比你更多的痛苦要去面对 修行进步的关键 不在于感应神通 而在于菩提心是否越来越广大 如果不断追求感应或神通 贪嗔痴越来越重 脾气越来越坏 心地越来越不好 根本里失去了菩提心 一定会往下堕入三恶道 如果菩提心越来越宽广 心地越来越善良 这时你才是真正走在修行的大道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至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有序 第一 更夺众生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至业的 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顾持邮局 华佛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不明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尔短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礼拜八十八佛 鸿鸣宝灿 功勤 慧姓法师领众 日期3月12日起 每周二 时间晚上7点到9点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统灾法医 共募福恩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举办 长青读书会 日期3月13日 星期三 时间上午9点半到11点半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灾法医 共募福恩 梦克萨参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请问方便与般若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善巧方便是巧妙且善于分辨 而般若是了知与见到实相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 而体验时 要运用善巧方便 以辨识你自心的无神自信 其不由任何体性所组成的空性 同时以般若来知见新的无神自信 这是了悟无神空性 与法性般若无二无别的要诀 请问入定与坐下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入定是将身与意安住于平等舍之中 让烦躁不安的注意力静下来 并稳住这份宁静 坐下是从禅定中起坐后 运用刚才所提的原则 并更加强化之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禅定时修一切事物离于坐意 有如虚空 而在四种日常活动中 随后而至的体会当中 则修显向超越概念坐意 这就称作了悟禅定 与坐下无二无别的要诀 请问虚空与觉性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虚空是心的自信 即深度揭露的法性之清净本质 觉性是了知此一虚空就在你的内在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心的自信是清净且难以测度的 藉由自明觉性而看见此法身 即是深度揭露的法性 安住在其延续之中 即称作是了悟虚空与觉性 无二无别的要诀 错家 这至关重要的教言我授予你 请问诸法与法性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诸法是善的现象 不善的现象 以及不善不恶的现象 可以如此描述与指称的一些事物 法性是指诸法其本质皆空 自信为空 也空无信像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法性是了悟一切现象 皆由等同空性的心中生起 这就称作了悟诸法与法性无二无别的要诀 你也buk诸法与法性无二无别的要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